多士前任市长现任第二区市议员福特 今早就在任期间发表两次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言论的行为做出道歉 伊朗核谈判限期将至 俄罗斯表示各方很有可能达成框架协议 多士西边的伊桃壁谷市移动公寓发生火灾造成7人受伤 其中一名儿童伤势严重 另外有三名警员吸入过了浓烟 其中一人需要送院 火灾发生在上午10点 地点位于伊桃壁谷市盐湖地区 一名儿童在火灾中被严重烧伤 另外两名儿童和四名成人受伤 消防部门称 警方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展开营救 对消防员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多士前任市长现任第二区市议员福特 今早就在任期间发表两次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言论的行为 做出道歉 多士道德专员报告称 福特曾经在2012年向一名低势司机出言不逊 不仅发表贬低他的言论 并且发出一些嘲笑的声音 他还在一段录音当中侮辱意大利裔社区和黑人社区 道德专员今天计划在市府提出动议 要求福特对自己的言行做出诚恳具体和公开的道歉 福特在动议提交前召开记者会 检讨过往的行为 福特表示 曾经的发言带有伤害他人的性质 违背安省人权法不可接受 因此向市长 各位市议员以及广大市民做出真诚道歉 而最初针对福特的言行 向道德专员投诉的多士市民 今天也列席记者会 他表示对福特的道歉感到满意 加航由多伦多飞往哈利法克斯的AC624航班 周日在哈利法克斯机场衰机着陆 造成25人受伤 经过两天的调查工作 运刷安全局今天允许加航将飞机残骸脱离跑道 对于加航此次的事故 有专家分析 飞机在到达跑道前300多米就着陆 可能是因为飞行员没有仪表着陆系统协助降落 仪表着陆系统用于和飞机的自动巡航系统共同合作 令飞机在着陆前更加贴近地面 在恶劣天气下 仪表着陆系统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 哈利法克斯机场跑道只有一端配备该系统 而事故发生当天 由于天气原因 飞机不得不从跑道另外一端着陆 失去地面协助 令飞机着陆风险增加 目前哈利法克斯一间律师事务所 将代表部分航班乘客 向加航发起索赔集体诉讼 据悉 还有另外一间律所也在准备发起法律行动 一项最新调查发现 本国大城市的交通状况有恶化的趋势 其中多伦多 温哥华和蒙特利尔 去年平均堵车时间高达84小时 根据车载GPS制造商TomTom公司的年度报告 在全国七个大城市当中 五个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恶化 其中交通状况最差的是温哥华 多伦多排第二 第三位是蒙特利尔 而全国交通拥挤指数平均上涨7% 调查建议民众安排更加灵活的上下班时间 缓解交通高峰期的压力 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的限期 会在今天早上6点钟届满 俄罗斯表示各方很大机会达成框架协议 伊朗核谈判这场马拉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在瑞士洛桑 中 美 俄等六国官员 继续与伊朗代表开会 争取在今晚限期前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 一度离开谈判桌 返回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在莫斯科表示 谈判取得可观进展 很大机会达成框架协议 并称 一旦各方达成协议 应立即撤销对伊朗的制裁 拉夫罗夫之后返回瑞士加入谈判 经过连日谈判 各方在限制伊朗浓缩油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伊朗同意将提炼浓缩油的离心机数量 由近一万部减少至六千部甚至更少 并将浓缩油运至俄罗斯储存 不过各方在限制伊朗发展核技术 及撤销制裁时间表问题上 仍未达成共识 美国期望在框架协议落实 限制伊朗在未来十年 将研制核武所需时间由现在的两到三个月延长到一年 伊朗则要求各国及时全面撤销制裁 如果这次谈判最终无果 各国要在六月底最终协议限期前加开会议 德国联航在法国坠毁事故 检查人员证实副机师卢比茨担任机师前有自杀倾向 要长期接受治疗 但仍未能确定 他涉嫌蓄意撞毁客机的动机 造成150人死亡的空难 被指故意撞毁客机的副机师卢比茨 动机谜团未解 德国杜塞尔多夫检查人员 连日寻卢比茨的健康状况调查 发现他数年前曾因为有明显自杀倾向 要长期接受心理治疗 不过卢比茨在取得机师执照后 多次求诊都没有再发现 他有任何自杀或攻击他人倾向 检查人员还否认传媒报道 卢比茨视力出现问题 有德国传媒早前找到卢比茨 大约10年前驾驶滑翔机的片段 显示他从小就热爱飞行 有认识卢比茨的机师透露 卢比茨的终极目标是驾驶波音747 和空中巴士A380等 可再超过600名乘客的长途客机 有分析指 假如他的梦想成真 恐怕会令更多人陪葬 被指是查出客机坠毁真相 关键的另一个黑匣子数位飞行资料记录仪 至今仍未寻回 德国之役的母公司汉沙航空 有高层相信黑匣子已经严重损毁 只能靠工作人员继续在坠机现场地毯式搜索 尼日利亚大选初步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乔纳森和前军人领袖布哈里 不分上下 主要点票中心出现混乱局面 执政党人民民主党代表干扰了大选最后结果的宣布 指责选区委员会偏向 在首都阿布甲点票中心的负责人说 这次抗议显示现任总统乔纳森领导的 人民民主党输掉大选 随着全国36个州宣布投票结果 反对党全体进步大会 总统选举人布哈里稍微领先 但是差距越来越小 选举委员会正在调查一个州的选票舞弊指称 执政的人民民主党是否赢得该州选举 将会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明朗 在目前已经公布的过半票选当中 反对派领导人穆罕默德布哈里 领先现任总统乔纳森 此次大选发生在尼日利亚独立十年来的 机遇与危机并存之际 选举将对该国政治 治安与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拥有一亿七千万居民的尼日利亚 是非洲大陆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 并且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 和主要石油生产国 该国2013年 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000亿美元 除了其经济重要性之外 尼日利亚也在其他很多方面影响着非洲 其中包括在地区性危机起领导作用 两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中 布哈里是尼日利亚退休陆军少将 在去年12月成为全体进步大会总统参选人 乔纳森是人民民主党代表 现任总统 如果两位竞争对手 一方赢得该国国会36议席当中 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率 得票最多的候选者将可以避免决胜选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